台北市長選擇也很極烈 沒有當時的浩山林 瓜本町會提供火車遊行 尊求特約 哪立屋島的山民支持 國民黨 浩山林 連勝文 會再是跟網家來拜票 成功山民的支持 也中心他的政見是要把市府路 改造建國路 不過當時 台北市長 浩山林 瓜本町辦公室 醫師区甘疼 安慶 恐慌是有彈瓜 班的情節不足利 彭聖嫂要將他轉立比股 平常用三萬塊來交部好團 不過彭聖嫂是堅持親佩 是股轉立交部 今天早上後 決定讓他沒有來請回 不過和這一大地方 他只是希望說 後續檢察官這邊 在查查的部分 盡快還他清白 畢竟昨天 檢方願意態度比較軟化一點 撤銷他整個交保的一個裁定 選前最後一週 會不會先請他回避離開辦公室 我想是這樣啦 無名國家 人家說無罪推定 除非有明顯 除非你有一個證據說 他有問題 不然應該還是要 還是要相信他的清白 我們這個持續的奮鬥的這種一種意念 花費上會不會很多呢 不會啊 因為市府路只有兩個門牌 最近就有軍公路改 和平東路的例子 所以這個構想是可行的 連選委是一邊來到曼家唱功 人家跟中間選擇的支持 另外一邊也來發出 市府路改造金庫路 要來鼓授拿贏的選票 記者 introdu咱們 我認為司法監裟 公司 是 足 personas 沒有 是